來我們首先把上個禮拜做的這個多格畫面的動畫 把它先叫進來之後呢 把時間軸拉到倒數兩秒的位置 然後把你的這個另外一個畫面 畫中畫新增畫中畫把它拉進來 那先點一個關鍵格把影片拉到最小 再往後拉兩秒 再打一個關鍵格然後把影片拉到最滿 然後這個影片你要往後拉拉到滿喔 最後呢再把它打上謝謝收看 告訴觀眾說這個影片已經結束了 把他導出成一個影片之後 我現在打開的是Keep Cut 那我現在要從這個我的Keep 就是Light的Keep裡面抓音樂進來 我們先把這個剛剛做好導出的影片抓進來 時間軸也是一樣拉到最前面 那再來打開你的Light 那找到你的首頁你的Keep 那我之前有存了一些影片在音樂啦在這裡 所以我就選到一個音樂之後 就按分享然後就分享到應用程式 然後找到這個Keep Cut 然後把這個聲音導入進來 然後把這個聲音導入進來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試聽一下 但是你現在有沒有發現 就變成聲音很大 你的背景聲音太大了 會把你原來講話的聲音蓋過去 所以你要把這個音波拉低 所以我覺得像這個音樂就是不適合的 因為它的音波的這個高低起伏太大了 所以很難調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按刪除 然後再重新再選擇 去找其他的音樂 那我有把這個一些音樂 因為30秒的是我之前從YouTube去下載到電腦版 然後我再把它存到我的電腦版的Keep 這個用手機不能存 然後你就要 那個從電腦你要下載YouTube的免費音樂 一定要從電腦下載 那你如果像我剛剛分享給你們 你就可以直接存到Keep 那你像這樣子以後你要使用的時候 就可以隨時可以取用 那也比較沒有這個版權的爭議 那建議大家要選擇這個背景蹭底 有講話的 你的那個音波的差別落差不要太大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的片尾的這個製作 那我們要切掉 把後面的切掉 我習慣是把 要找到這個音軌是往後慢慢走的 一個段一個段落不要從中間切掉 那切掉 那把後面的刪除掉之後 你前面這段你要選擇 那個淡化處理就是把它淡入淡出 就是聲音一開始是由小到大 那到結尾是由大到小 漸漸沒有小聲 這樣子會比較專業一點 所以你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聲音就會由大到小聲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這一期片尾的作 那再來就是請大家把這個片頭 我們一開始做的那個 你個人的那個群組的片頭 那再加上我們去魏維瑩的一段畫面 那再加上這一個 就是一個我們這學期做的一個完整的一個 你的屬於你個人自己的一個影片製作 好 好 好